Hello大家好 我之前的影片讲了很多我在中国底层挣扎的故事 而这一期我就分享一下 我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公司打工的一天 但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我通常每周会有几天在家办公 也称作为远程工作 但是为了各位观众朋友的观感 我这期还是按照我平时去公司的日程来展开 因为美国的公司里面 实在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讲了 而且大家也能感受一下 我如今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的工作效率到底怎么样 不过说到工作效率 我觉得一个好的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这支影片开始前 首先要感谢德国Emma赞助本支影片 让我真正做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躺着赚钱 老观众可能都知道 我是从事游戏美术行业 经常坐在电脑前面好几个小时 一天下来也会腰酸背痛 所以一个好的床垫与睡眠更是重中之重 而且前段时间我家的床垫被鼠宝挑坏了 所以不得不换新床垫 而正巧我得知了Ella代言的知名欧洲品牌 德国Emma床垫 销量更是遍布全球 至今已获得60项以上的国际奖项 所以我就选择了德国Emma床垫 它会以压缩卷包搭配后纸箱形式寄过来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我会把包裹放在客厅里面展示给大家 因为客厅空间比较大 也更敞亮一点 方便拍摄与展示 床垫寄过来的时候真的很小 打开真空袋以后大概等了两分钟 床垫就膨胀到了正常的尺寸 所以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小巧 这样的设计也让我一个人轻轻松松完成了开箱 而且德国Emma还贴心的送了我两个黑钻石枕头 和一个保洁垫 可谓是诚意满满 而我自己也实际睡了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多月睡眠质量真的非常的好 这个Diamond石墨烯黑钻石床垫软硬适中 还有人体工学设计 即便你侧躺在床上 脊椎仍然是直线 不会上下弯曲 这是德国Emma床垫与传统床垫很大的一个区别 也让我每天即使下班 还能元气满满的制作影片 其次德国Emma黑钻石床垫的包覆感很好 但让我更觉得神奇的是 要知道我住在加州 天气非常的炎热 可是我睡在上面并不会感到闷热 原因是黑钻石床垫 有着专利的黑钻恒温科技 床垫有石墨烯记忆棉层 相比一般的记忆棉增加了40%的透气度 温度调节效果增加了23% 再搭配这款黑钻石枕头 真的非常的合适 而且枕心是三层记忆棉 炎炎夏日里一觉睡到天亮 另外再介绍一下超实用的防水抗敏保洁垫 益生菌保护层 有效使沉满过敏的数量减少89.3% 不怕宝宝小孩用脏 因为用脏了也可以直接丢进洗衣机 当然了以上都是我的个人体验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疑问 即便我吐蕃鼠觉得舒服 大家每个人的体验感都会不一样 没错 床垫很多时候只有你自己体验过才知道 而好消息是德国Emma床垫 有提供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 全台免运到辅 10年保固 让你无风险试睡 如果真的最后觉得体验不满意 还能申请退款 这样的德国Emma床垫 你真的不想试试吗 对德国Emma床垫感兴趣 或是想和我一样改善自己睡眠质量的朋友 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 参与早鸟双11活动优惠 最低5折 结账时记得使用我的优惠码 Marmus10 能够再额外享受全场9折的折上折 感兴趣的快来试试德国Emma床垫吧 OK那么我们回到 我在美国游戏公司打工的一天 首先说说早上 其实在美国的公司 没有向国内公司打卡的一个要求 而且工作时间其实非常的灵活 一般来说上午10点到公司就行了 因为我们每天10点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那就是Stand-Up Meeting 在这个会议里面 主要是让同事和领导之间 能够清楚我们今天工作的安排 我们会简短的说一下我们当天的打算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修昨天没修好的bug 大家好啊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设计 昨天没有设计完的游戏内容 我的任务就是继续画昨天没有画好的画 没错啊 在早期我们的Stand-Up里面 就是如此的尴尬 每个人轮流说一遍自己今天的工作重点 而且基本就是重复前一天的内容 后来我们觉得这样的开会效率实在太低了 于是就变成了只要我们手头的任务有了变化 才需要在Stand-Up里面举手告知 这样的Meeting 其实很多人觉得可能没有意义 但其实上能够让其他的同事 了解我们手头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有些Task本身就是互相关联的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重复任务 在开完这个Stand-Up以后 我们会迎来早上的一个游戏环节 这个游戏环节 并不是玩我们公司研发了一些游戏 它的真正意义是让我们同事之间 产生一些联系对吧 大家可以互相了解对方 而且早上精神可以好一点 通常游戏环节也很快了 15到20分钟 大家会玩一些比较休闲的游戏 比如说你画我猜 比如说真心画当冒险等等 当然了与Stand-Up不一样的是 游戏会议完全是不强制参加的 如果你觉得无聊 或者你就是一个不太喜欢social的人 完全可以忽略我们的每日游戏 而且说个题外话 每周五我们还会有个游戏plus环节 大概一个多小时我们会玩一些桌游 比如Cold Game 当然了有时候也会全体上Steam 玩你画我猜 额压杀这些游戏 这些活动都是带新的 因为公司觉得这是一种团建 让同事之间能够互相了解对方 工作也就自然更轻松了 当然了这种游戏环节也是非常之的 如果你不想参加的话 你就去画画或者写代码都可以 我周围的同事 基本上如果手头没有特别急的任务 都会参加这个游戏环节 好了那么早上的例行会议结束以后 接下来就是工作的时间了 其实我平均一天真正画画的时间 大概在四个小时左右 因为公司经常会有各种事情 比如一会玩游戏 一会来个游戏测试 一会来个员工大会 如果有人问我游戏公司岗位里面 什么我最羡慕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最羡慕QA了 因为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游戏 这个岗位在我看来真的很爽 带新打游戏 还能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找游戏里面的一些问题 而且我们的QA通常都是硬核玩家 当然了这个岗位也需要有一定的编程能力 因为他们需要具备第一时间判断力 遇到bug他大致要知道这是美术上的问题 还是设计上面的问题 还是程序上面的问题 但是对于QA来说 他们似乎也不觉得自己的工作很爽 因为我之前就问过一个QA同事 他就跟我说 其实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能理解的 这就好比我的很多男性观众 对吧 可能都会对会所嫩魔感兴趣 但是真的让你去做AV男优 很多朋友可能连印都印不起来 这就叫做当兴趣变成任务 性质就不一样了 扯得有点远话说回来 转眼已经到了中午11点半 这个时候就是该想一下 今天中午吃什么了 通常我会打开公司的订餐软件 点完餐差不多15分钟 就能去公司食堂拿餐了 公司的食堂价格低到离谱 一顿外面男家可能要二三十刀的饭菜 在公司里面大概只要七八刀 而且菜品还非常丰富 有我非常喜欢的肥宅快乐套餐 也有素食主义者喜欢的纯素套餐 中餐也有 总之菜单还会覆盖不同口味的人 而且每天还会有细微的一些变化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特制的黑暗料理 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点了一个叫 Garlic Chicken的东西 又是蒜又是鸡 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我还选择了Double Meat 结果去餐厅拿的时候 店员就直接给了我一整只蒜香烤鸡 连切都没有切 然后那天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里面 两只手抓的那只鸡在那边啃 从那次以后我点中饭就变得格外的谨慎了 基本只会点我吃过的那些东西 或者我同事吃过的东西 吃完午餐以后我就会休息一会儿 下午1点就是我一天最困的时候了 通常我会在办公室里面小睡一会儿 这边还是要提一下 美国很多的办公室医院政府机关大楼里面 空调都调的特别低 像我们办公室空调一般会打在15摄氏度左右 我也不知道我们公司为什么要把空调开的这么低 因为加州的电费也一点都不便宜 而我个人的猜测觉得是因为我们公司的电脑真的都非常的好 配置我就不说了 但基本一台电脑差不多一万刀吧 所以温度低大概是为了保护这些电脑元件吧 员工觉得冷自己可以去穿棉袄 是吧 所以经常就能看到加州的大夏天 而我们办公室的员工都盖着棉被工作 还有一个我亚裔的同事J 他每天到办公室都会把自己包得像个粽子一样 当然了J是我们组的元老 后来我们项目组考虑到他这种抗寒属性为零的特性 给他永久远程工作的权利 所以现在J也就只会在非常重要的一些场合 来我们办公室和我们唠唠嗑 当然了每次过来的时候依旧是包得像个粽子一样 公司空调虽然已经开得这么冷了 但你还是能看到那些天赋一禀的同事穿着短袖 喝着冰水或者冰咖啡 在摄氏15度的办公室里面 还抱怨着最近天气太热了 我相信在美国的朋友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吧 有些人可能体质本身就非常怕热 即使摄氏15度 他穿着短袖还是会出一身汗 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话说回来下午休息好以后呢 我会开始继续工作 当然了有时候也会开会 没会的话呢我就一边看着YT的影片一边画画 当然偶尔也会玩一玩游戏了 而且有时话我也会选择早退 没错早退字面意思就是提早走 其实在我们公司很常见啊 通常我们的借口 通常我们的理由啊都是什么家里的猫猫生病啦 小孩子有篮球课啊下午我要去看牙医 或者今天头有点晕都可以直接早退 也不需要额外的申请 只需要在工作群里面提议一下 以免有其他同事啊来你的办公室找你 结果扑空 只是回家啊记得把工作时间补齐就好了 虽然在公司早退那么简单 但是平日里啊我其实个人啊还是习惯在公司上班 因为公司的电脑实在是太好了对吧 还有一点啊就是在家办公 有时候远程网络不太稳定的时候啊 开会会非常的不爽 好话说回来 总之时间一晃呢就来到了下午的五点 这个点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员工回家的时间了 而且通常过了五点 我们就不会发一些工作上的邮件了 怕打扰到大家的生活 因为我一直说美国游戏公司 非常注重员工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当然了如果是发给不同时区的朋友 可以打破这个规则 其实五点以后啊我基本就是直接回家了 除非我下班还在公司有篮球比赛 没错 说到唱跳rap还有篮球啊 每周二我还会和公司里面的朋友约好打球 全场五一五 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不像十七八岁了 运动也有利于增强我自己的抵抗力嘛 所以我一般晚上会打到个七点四十五左右 然后呢开车回家 当然了你以为这样我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啊 因为从去年年初开始啊 我给自己又多了一个身份 那就是成为一个YouTuber 所以通常吃完晚饭我也会看看新闻 或者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个人经历 或者呢就拿出我的画笔 画上一两个小时 为我的影片制作一些插图 有人问我兼职做YT累不累 说句心里话 其实在美国游戏公司做全职 比我当年在中国做全职 那要轻松了不少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间和精力 去做一个兼职YouTuber的原因 在美国这几年呢 我没有加过班 我的Lead给我最critical的一个任务啊 就是基本我花70%的精力 就能完成的一些任务 平时的那些普通任务啊 更是我只需要花大概40%的能力 相比于在中国996的那些日子啊 美国的工作环境还是好太多了 在中国游戏公司 我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八个小时以上 而且专注在手头的工作上 下班以后更是没有一点点生活与娱乐 当年真的是倒头就睡啊 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如今 我对现在的这份工作的感恩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我对中国社会底层 有那么多共情的原因啊 相信我的不少观众啊 肯定也有很多有趣的工作经历 欢迎在影片下方啊留言分享 好了以上就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 我的百人大台一只土拨鼠 最后再次感谢德国Emma 对本期影片的赞助 感谢您的观看 祝您每天都过得愉快